大家好,我是评头哥姐说 现如今手机界最流行的系统 一个是苹果的iOS 还有一个就是谷歌的安卓 但你有没有想过用一台老旧电脑装安卓系统 流畅度非常丝滑的那种 堪比真旗舰手机 最重要的是内置了这个软件 用一台过时或者吃灰的老电脑 装上它可以充当电视盒子 也可以拿来当监控 更可以做很多事 下面跟着我一起 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安装 老规矩 所有资源我会放在视频简介栏 看不到简介栏的去评论区看看 我会说明如何获取 首先我们去下载这个安卓的X86PC镜像 这是专门用于装在电脑 点击这里下载 会来到这个页面 两个选择 我们一般选择上面的就行 进来后你会看到很多的镜像文件 最新的是基于安卓9.0开发 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你在安装时出错 或者有其他问题 说明你的硬件和当前镜像不兼容 可以更换其他版本的镜像重新试试 我的硬件是这个 所以我选择9.0版本的镜像 点击之后也有很多选择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64就行 它代表的是CPU指令级 一般电脑都支持 如果你的是32位指令级架构的U 那就选最后这个就可以 点击完需要等待四五秒才能下载 下载完我们准备这个刻录工具 打开它 在此之前插上你的U盘 最少8G 刻录工具会自动识别你的U盘 如果没有识别 重新插拔或者换一个接口 开始之前确保U盘没有重要资料 不然会全部格式化 点击Select Image 选择刚刚下载好的镜像 接着点击Flash 软件会自动开始写入镜像 耐心等待即可 速度取决于你的U盘速度 一般一两分钟完成 在这期间 我们可以先准备安装的硬盘 当然如果你是用老旧的笔记本 安装就不需要 右键点击硬盘 直接格式化该盘 最少50G 太小了体验不会好 一定要取一个和其他盘区分的名称 不然等一下你找不到 到这里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重启电脑 进入BIOS设置界面 把U盘设为第一启动向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电脑 怎么进入BIOS界面 可以看看这张图 暂停视频截图好好看 进入后点击Settings 点击启动 把U盘设为第一启动向 不同主板略有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 安卓这个镜像只支持CSM启动 所以我们还需要改一下 进入高级 选择这个 将U5改为CSM才可以 接着按F10保存退出 电脑自动重启 进入到这个界面 第一个是测试你的镜像 能否在这台机器上运行 第三个就是安装安卓镜像到电脑里 我就不测试了 直接选第三个安装 接着开始跑代码 4-5秒之后来到这里 需要注意 一定要选择你那会格式化 取好的名称那个盘 选好按OK 这里需要格式化硬盘 一般选NTFS就可以 这里按方向键向左选择 Yes回车 这里选择Skip按回车 这里选择Yes按回车 这里根据你硬盘容量来 比如我选择64G作为存储数据空间 那就是65,536兆 按回车 你想要多大 乘以1024就可以 比如50G 就是50乘以1024 之后来到这个界面 第一个进入安卓桌面 第二个重启电脑 我们先重启 不然等下你其他盘的启动箱 又找不到了 重启进入现有系统 设置一个双系统启动箱好一点 要用到这个工具 下载好先解压 直接打开解压好的软件 Windows 11会出现这个 不需要管 点确定就行 开始自动下载所需文件 同样出现在这个不要管 点击是 点击Setup 然后点击下面的这个 来到这个页面之后 点击下方黄色的这里 来到这里后 点击顶部红色的Add Type这里选择Android 此处随便取一个喜欢的名字 这个位置点击Kernel 进入Android的盘 选择里面的Kernel打开 下面的根据自己情况更改 我的是4K屏 所以选择了4K分辨率 勾选了独显硬件加速 然后按OK 把Android移到顶部 或者第二个就行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系统的启动项 再按Apply 按OK 按Close 一切大功告成 现在拔掉你的U盘重启电脑 开机来到这里 第一个就是启动Windows系统的启动项 第二个就是启动Android的启动项 我们选择第二个按回车 开始进入最后冲刺 出现了Android的logo 这里选择一下语言 点击开始 这里着重说明一下 如果你路由器开了魔法 你可以选择网络连接 如果你此刻还没有装魔法 暂时先跳过 能明白吗 继续 设置一下时间和日期继续 点击接受 可以设置密码 也可以以后再说 来到这里任选其一 我选择第二个 终于进入桌面 如丝绸般顺滑 鼠标往上拉进入抽屉菜单 内置这个软件 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网络 前面已经说了 如果你的路由器已经有了魔法 现在你可以尽情玩耍了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网络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在路由器里装魔法 第二种找一个type口的U盘 进入windows系统 把魔法软件拖到U盘里 然后再进入安卓系统 因为type口的U盘可以识别 到时进入存储找到安装包安装即可 不得不说安卓装在电脑上是真的丝滑流畅 哪怕你的是古董电脑 一样可以丝滑 因为以前的安卓系统本身 对硬件要求就不高 如果你不想要了 想删除卸载 回到windows端 直接右键格式化安卓盘 然后去应用和功能里找到 GrubrWin这个软件 卸载它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记得分享和点赞 以及关注我 下期见